我们公布的金流图只是冰山的一角 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长的候选人 或者是现任的县市长 像谢国良的金钱关系这么的复杂的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疑似送入洗钱案 立法院民进党团三日再次召开记者会分析洗钱手法 市长参选人蔡世英亲自上阵 认为到了现在谢国良不但没讲清楚 回答甚至疑点重重漏洞百出 对此谢国良丝毫上午亲自澄清 花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四年前会馆收据 好不容易我现在通通都找到啦 我通通都有收据啦 所以请大家放心 绝对没有问题的 没钱的人才去洗钱 能净足够的人不需要去洗钱 谢国良强调谢家一直维持好名声 一家三代都经得起外界考验 但自家参选人频频被点名 国民党团当然也要硬起来 跟这次怡云有关的黑道土方公司 这些营造公司 还有蔡世英的服务处 竟然都在同一个地方 那到底是谁 供养蔡世英 是不是蔡世英你当谁的门神 你到底是在帮人民服务 还是在帮黑道服务 隔空喊话蔡世英拿出就任六年来 支付房租的证据 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出来的话 我们就合理的质疑你 是不是受到黑道 受到不肖厂商的供养 台北市议员王侯威也说 日前黄国商质疑蔡世英 涉嫌向国防部施压 把土地借卖 她却不提告 行为就像是默认一样 蔡世英出来打球 不要躲起来 不用躲在你的发言人后面 选举倒数 双方阵意你来我往 两位参选人也隔空互杠 TVN新闻 刘欣恢教主持人 基隆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